随着世界各地,以及香港对于疫情的防控措施和禁制令都开始放宽。不小地方也逐渐开始回复到疫情以前的生活模式。 全球很多城市各行各业之间也开始复苏。各地政府都期望经济可以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 疫情期间,不小地区都因为要刺激经济的关系,而出现超低利率的状况,引致不尋常的通货膨胀,更令购买物业是疫情期间一个良好的投资选择。 使现时世界各地的住宅市场在过去两年都有可观的上升幅度。 例如香港市民其中一个热门移民的国家加拿大在过去两年,房地产市场就不断飙升,个别甚至升幅超过五成。 现时一套基本住宅的基准价格已经升至约540万港元。 为免引发越来越大民怨。加拿大政府将会立法禁止大部分外国人于未来两年在加拿大购买物业,并且会增加更多廉价房屋等。 希望可以帮助加拿大市民购入属于自己的居住物业。 除了加拿大,美国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同样面对有关房地产购买和事业的困难。 由于失业率上升和楼价急升的关系,使美国有不少城市都有很多投诉。 英国虽然楼价持续上升,但买家上未对高房价打退堂股。 今年3月房价更出现2004年以来最猛的每月涨势。 回到亚太区,以澳洲最贵城市悉尼为例,房价中位数是澳洲年薪资中位数的17倍以上。 澳洲国民所得帐幅严重追不上房价。 据统计,2020年3月到2021年12月,薪资上涨只有轻微的3.3%, 而住宅升幅平均超过20%. 香港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全球最贵城市的第一名。 对比起其他地方,可以说是楼价根本不能相比。 即使在受到疫情影响下,香港的楼价于过去两年也持续上升。 最近几个月虽然由于第五波疫情而轻微下跌。 但普遍买家仍然预期长线香港楼价将继续上升。 中观全球。 各地都笼罩在通胀及经济放缓的阴影之下。 但民众都相信拥有房产是最能够保护自己的财富。 所以楼市幸福不断。